我是掌聲歡迎她的分享 大家好 我是小雲安 各位焦點台中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北人 那我現在是自由音樂工作者 那我今天比較特別的是我代表我另外一個團隊 叫做好的質變硬化實驗室 來分享我們最近跟那個台中好辦駐創空間的一個 你叫什麼名字概念影音故事的創作計畫 好 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自己好了 這是我 然後我是輔大心理學系畢業的 那我以前小時候的夢想是希望能夠成為助人工作者 就是想要成為一位心理諮商師 那等到我大學真的念了心理學之後 我就發現呃 待在一個小房間裡面的量子形式的諮商 真的是我想要從事的置業嘛 那後來因為我喜歡創作 我16歲的時候就開始彈吉他寫歌 那後來到大三大四的時候我才覺得說 也許創作才是我這一輩子最想要做的事情 對 那後來我因緣際會一直到2011年我到中國大陸上海去旅行 那接著又到中國大陸更多的城市去旅行 那在旅行的過程中就遇見了很多人事物 那所以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那我就覺得說 嗯 或許創作可以是我一種助人的另外一種形式 那我可以用一種呃 呃 呃 旅人的身份 然後分享一些正面的能量 溫暖的信念 给更多城市里的朋友 或许这也是一种形式的助人 那所以从上海回来之后 我就陆续的做了一些自己的计划 叫做城市声音计划 那主要是跟音乐声音 还有其他跨媒材的创作有关 那我在去年的时候 也发行了自己的专辑 它在全球的数位平台上面 都可以购买得到 那我也在台北的古林街小剧场 有了四场的那个售票演唱会 这大概是我自己基本的介绍 好那再来今天是最主要的是 要分享就是我的团队 这是里面没有我 然后这是我们四个人 是之前在政大音乐局认识的 那后来是因为好班的这个空间 我们就组了一个好的直辨的工作团队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团队 是因为我们主要核心成员 是有三个人 我是负责音乐 那另外一位负责文字跟故事 还有另外一位是负责影像 我们都觉得说 我们想要为自己 还有为世界能够持续的创作 持续的让自己成为 透过创作这个形式 让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所以好的直辨是我们 这个团队的中心的一个思想 好那我们也期许 我们可以成为说故事的人 那这是我们的成员 然后就是我 那我是音乐 然后黄色衣服的是我们的导演 冯安 然后从右边属来的第二位 书云是我们的文字跟编剧 最右边是我们的行政 那中间那位比较特别是我们在台中中区的餐厅 认识的一位菲律宾的女孩 她在那个餐厅打工 那也是我等一下要放映的影片的旁白 好那我们最重要的团队的信念就是 我们能够希望透过创作发出一些小小的微微的光芒 因为我们觉得 这个社会上很多沉重的社会议题 不见得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办法 有能力去解决的 但是如果有一个美好的动人的作品 能够让你看见 或许你会因为这个作品 得到一些小小的改变 小小的涟漪 小小的启发 那或许每个人看到 那每个人可以贡献自己不同的力量 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不同的改变 这就是我们好的吃变的中心理念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最新的作品 那它是一个很像 有声音乐故事书的小小的影片 好那核心的思想是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 在人生中好像都是一个旅人 好我们都在这个生命的旅程中 寻找自己的名字 寻找自己的根 问自己到底是谁 然后问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用一个星球的概念 然后来讲这个寻根的故事 好那故事就是关于 两个不同的国家的人 一个是来自菲律宾的女孩 她的名字叫做 很难念 Maria Concepcion de Santiago 她是因为菲律宾以前被西班牙殖民过 所以她的名字里面其实是有 San Diego是西班牙的字根 然后另外一个是潘又尊 她是在台湾长大的台湾人 可是她之前就漂泊世界各地 一直想要到世界的各个不同的角落 去寻找自己的名字 寻找自己的根 然后后来她回到台中这个城市 她想要 她觉得自己回到台中之后 竟然变成一个在故乡里面的异乡人 然后她遇到了这个玛利亚 然后反而是玛利亚这个异乡人 带她重新认识她的故乡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播放影片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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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 好,我是 Mariah Concepcion de Sancharo 你 你 知道嗎 四個星期 有事發生在寶寶 一人在寶寶 在寶寶 我們 然後 我們來 叫 是 這 我看 我看 整天 我問 去 我 我 在 我 去 去 我 在 在太中 我真的喜歡太中 特别是在太中 但我真的不喜歡 我真的不喜歡 我都知道 那是正常的 但真的不 真的不太好 可能 我真的不喜歡 如果我們真的不太好 但我んな不喜歡 可能 都不可以 她可以 我都不喜歡 所以她不喜歡 她是一段說 但是她也該 是正常的 她在太中 她有很多 讓我來看 看看她是不是 她不能真相似 看看她不夠 就是不會 我們太專門 但是 她是男生 在那裡還說, 然後就開始了 在那裡, 在那裡, 他還在那裡 一位男女 是在那裡 他還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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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是在那裡 我還在那裡 我心裡開動 到 buradan 我被叫做了 我乃誰 我會知道 他們的名字 可是我希望你 我受不了 我所地的名字 我也是 我叫那種 可以 我購入這一點 是 因为以及名字新当地人的名字 然后我寄了 我看看可以走到池阳台湾 池阳,我是池阳 然后当然 跟池阳那把他们走到池阳台湾 所以电是什么走到池阳台湾 在太平的面衡。 她說她會讓她的亦 Luis的光和喜好光。 她願意 lasted半壁的溫光。 她她 acquaint她把我們的 assumption列出來了。 這她是 жен。 她就希望ガ我們有位女生。 她不 démocr两season與多大。 以後,她在這裡。 她在近來辱岸。 她就在這裡。 她說過了她的身份。 但她在這裡。 她是在在佔地上。 她會在這裡。 她在這裡。 她說, 她有白色。 她的白色。 没有过头 private identity 但是我们的名字是 有许多了 就能吃下来 很多人的帮助 很多人是在不同的地步 和某一个得打轮了 是有许多了 我许多 prob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清醒啊 清醒 清醒啊 清醒 你不知道 你有多麼美麗 清醒啊 清醒 沒有太陽 其實沒有關係 清醒啊 清醒 你自己就是發亮的痕跡 清醒啊 清醒 你自己就是發亮的痕跡 清醒啊 清醒 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多麼美麗 因為我們都以為就是 清醒需要靠太陽的照亮 才會 自己才會 就是變得閃爍 但是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 一顆痕跡是自己就能夠發亮的 所以我們就是用 星球這個概念貫穿了這個 影像這樣子 那之後 可以幫我往下一張嗎 老去的身體 已在不動你 清醒啊 清醒 然後其實像剛剛的那個 故事它是 真的我們在這間餐廳 它是台中中區第一廣場 青草巷裡面的一個 太妃小吃店是真實發生的一個故事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就遇到 台灣人跟菲律賓人 就是因為可能一些文化的 那個不理解所產生的一些衝突 那我們就把這個故事 就發展成我們這個影片 那所以我們 在下個禮拜六的晚上 我們就會真的在這個餐廳裡面 舉辦了一個音樂的餐會 那就是大家可以來這邊 品嘗那個菲律賓跟泰國的小吃 那也會再放一次這個影片 然後會有我就是在那邊 做現場的音樂的表演 那今天的話就是可以在這裡 現場購票 或者是大家可以上Flying V 因為我們現在有在做一個募資的計畫 等一下下一張 對就是這邊 如果上Flying V搜尋你 叫什麼名字 就可以找到我們的計畫 那在上面就有現在的原聲帶 還有我們這個DVD跟聚焦的明信片 就是限量的正在預購當中 然後我要補充一下 就是這個男主角 他是真的有去印度 然後他就是去印度流浪 流浪完之後 他就到了亞洲還有歐洲 繼續的流浪 那他在印度就真的是雪西塔琴 然後他是我們共同的朋友 然後因為 然後我們剛剛裡面的這些 也是到印度去取景的 然後也是因為認識他 我們知道他在印度 然後就邀請他來到我們的男主角這樣子 然後他的名字也真的叫潘宥尊 然後再下一張 對阿如果大家就是對我們的故事 音樂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搜尋我們的Facebook好的職變 還有我自己的Facebook 或是小允蘭 然後或是Flying V的我們的計畫 然後最後就是 我們希望能夠用創作 為世界帶來更多的改變 然後他是好的改變 而且是發自內心 不遺忘任何初衷從質地裡面的改變 謝謝